突然母植 影响突然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五个 包括母植、气候、植被、地形和时间 母植是突然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也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因素 它影响突然的直接成分 如突然的颜色 质地和化学特效 突然母植是由松上有机和无机材料混合而成 当圆形材料演变 与有机材料混合 土就因此渐渐荡生 有时候阴炎时 矿物和有机物被分化 或被水和风 冰窗从另一个区域运输移动 沉积在山谷底部 土也因此形成 有机物质是有机土壤产母植材料 它是由植物或动物辅制制以及动植物生产代谢产生的 如粪便 此外 有机物质还包括卫生物的遗体 岩石是无机土壤的一部分 它含有各种矿物质的天然物质 它是土壤组成的主要物质 而一般来说 由于盐石土壤母植方能更有清晰外观 根据其母植材料的不同 盐石可分为三种形类 一、火层盐是由盐将突然动气结晶而成的 例如花杆盐、灰肠盐和玄武盐 二、沉积盐是原始盐石沉积物常时沉积形成的 或由化学物沉淀而成 例如沙盐、叶盐、石灰石和硕石 三、变质盐是原始转化而成 原始可能是火层盐、沉积盐或其他变质盐而形成的 例如板盐、大黎盐和石鹰盐 一般土壤是沙盐分化而成的 大部分的矿物质具有抗分解性质、青色 例如石鹰 当发展成土壤时 土壤质地会变成粗糙、沙质、青色 并含有极少量的营养成分 菲利滴例如 酱特匹系列和沙特匹系列 但如果土壤是由玄武盐或深色火山盐的 复制制形成 当土壤形成时 土壤质地将变得很细 成粘土或粘染土 颜色可以是黑色、棕色、黄色或红色 根据土壤开发时间 土壤质地从高到低 例如 布里兰系列和秋彩系列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